用性命换来的金蛋究竟是何物 它对卡塞尔学院意味着什么 在陆明飞纲进入卡塞尔学院之时 学院恰巧在长江三峡水库附近展开了奎门行动 此次行动主要是为了探索青铜与火之王所遗留下来的青铜城 在学院夜圣九德亚继的努力之下 卡塞尔学院从青铜城之中得到了一颗金蛋 但代价就是执行此次奎门行动的人员几乎全部牺牲 那么用数条性命所换来的金蛋究竟是何物 它对卡塞尔学院意味着什么 在长江三峡水库之时 昂热校长曾初步判断过 夜圣与九德亚继从青铜城之中所得到的金蛋 应该是龙王诺顿的古石瓶亦或者说是他的卵 所谓的古石瓶实际上就是龙王用来繁衍新生区的容器 甚至古石瓶可以看成是龙王本身 古石瓶是由一种特殊的炼金材质所制成的 每个龙王的古石瓶都对应着地水烽火四种基本元素 只有对应元素达到顶点才能将里面的龙王唤醒 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物种 它们不会被轻易地杀死 倘若龙真的不幸被杀死 那么它们灵魂便可以简化 回到当初自己所制作的古石瓶中 这些古石瓶之中包含了龙的一些遗传物质 在群龙的灵魂完成简化后 它们便可以在古石瓶中再度复活 不过龙族简化的过程却相当地漫长 大概需要上千年的时间 它们才能完全被孵化出来 在龙族孵化期间 人类也可以通过使用一种名为灰烯溶液的液体 来强行帮助龙类快速孵化 灰烯溶液之所以能够帮助龙族快速孵化 其原因是因为它是唯一一个 能够腐蚀炼金材质的液体 只不过提前孵化出来的龙类 自身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 它们并不能继承之前的所有力量或者记忆 它们自身所能发挥出来的力量 仅仅只有原来的1%而已 而诺顿身为极为高贵的初代种龙王 它的强大是人类所无法想象的 它即便只使用1%的力量 也是普通混血种所无法承受的 虽然一开始大家都认为卡塞尔学院所得到的物品 很大概率是龙王诺顿的古视频 但事实并非如此 在昂热通过卡塞尔学院的核瓷重现后 它才发现它们所得到的乃是 龙王诺顿弟弟康斯坦丁的卵 而龙王诺顿由于孵化时间的不同 早就已经离开了这颗卵 在夜圣拿到这颗卵时里面 就只剩下康斯坦丁了 不过这对于卡塞尔学院而言 已经算是天大的好消息了 毕竟他们所捕获的龙王并不是普通的龙 而是真真正正的黑王亲子 在过去的数千年时光之中 人类一直在向龙族抗战 为了能够打败龙族 人类一直都在追随龙族的脚步 虽说随着科技的发展 人类逐渐掌握了较为强大的炼金科技 能够击败龙族 不过也仅仅只是击败而已 面对龙族必然复兴的命运 即便人类掌握了再强大的力量 也终究没有未来 不过在捕获了康斯坦丁之后 卡塞尔学院便能通过解剖他 从而了解龙族的进化历程 一旦人类了解了龙族的进化历程 他们对龙族的了解便更加深刻一些 由此便能想办法阻止那可怕的命运